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Make Up For Ever的產品 其實之前我就分享了它們的粉底 如果你錯過的話我就將它連結下面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有興趣的話就過去看看 今天主要分享其他產品 如果你想知道Make Up For Ever產品有什麼我推介 有什麼我沒那麼推介的話就看下去 應該不知道多久之前的Favorites都有出現過 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眼線筆 就是他們的Aqua XL Eye Pencil 我有黑色 黑色大家看到都很短 啡色還是很長 因為啡色我是少用一點的 我通常都用黑色 我覺得它的眼線筆除了要刨這個缺點之外 我喜歡的東西是領的 因為如果是刨的話帶去旅行 我又要帶刨其實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旅行我通常都不會帶這支我就會帶領的 除了要刨這個缺點之外其他東西都OK的 易畫、夠黑、啡色又夠啡 其實它還有其他比較鮮的顏色去選擇 我覺得它的Staying Power都非常之好 因為其實我畫完之後 我通常都會用掃去滑開它少許的 讓那條線整齊少許的 滑完之後其實就已經留下了 它不會脫掉不會繩的 亦都是非常非常之持久的 就算我眼水多都不會因為我眼濕而脫掉 但防防油我就不敢說 因為我對眼不油所以不能回答大家 但防水好滑程度來說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另外一個就是它們的Makeup Base 這個Makeup Base我之前都寫了一個Blog 如果你想知道詳細的留言可以在下面看 但我先回覆一下 這個其實我覺得非常之好用 它有很多不同款式可以選擇 我這一支是STEP 1 保濕 純粹保濕 它擠出來是這樣的 然後推開就好像GELGEL的 然後隔一會就已經吸光了 我覺得這個天氣或是大家都不喜歡很黏的東西的話 其實它是很OK的 因為現在已經吸光了 看不到有紋、真的保濕 之後上妝是很貼的 現在摸上手也是非常滑的 我覺得因為它的質感這麼好的關係 所以現在這個天氣我覺得適合大部份的皮膚 當然如果你說你是有油的皮膚 其實你想看一支是控油的Primat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未必適合你 因為它沒有控油的 但如果你說純粹看保濕的話 這支是不錯的 這個Makeup Forever HD Powder 都很HOT 現在應該出了一個新版本了 我這個是上一個版本來的 其實這個粉都推出了很多版本 這個就是一個透明的碎粉 用來定妝 我自己都很喜歡它 因為我覺得它的粉質很細 上去之後沒有令粉底的顏色變了 但皮膚看起來很細緻的 我覺得它也沒有閃粉 所以比較少少出油的皮膚都適合 但它沒有控油 如果你想找一個碎粉是控油的話 這個不是你的選擇 但如果你說我找一些粉質很細 價錢又不是十分貴 上了臉上看起來皮膚質感好了 不用它控油的 我覺得是OK的 它也不會弄乾你的皮膚 它真的是定妝 也不用用很多已經可以定到不黏手 這個我都會推介 不知道它新的會怎樣 大家用了之後告訴我 剛才這個碎粉是透明色 所以加不到遮瑕度給你的底妝 還有這個很難帶出的 還有另外這個 是我新發現的 就是他們的Profinish Powder 最近用這個其實我很喜歡 我記得我之前都用過 但不知為何我之前沒什麼感覺 反而這次用就很大迴響了 因為我用它之前是用Bodyography的粉底 兩個加起來令我皮膚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是有顏色去選擇的 所以你看到我這個是肉色的 我這個顏色是118 我會放在資訊欄 這個可以加上少許遮瑕度給你的底妝 例如有時候你上了粉底之後 你覺得差一點就漂亮了 就可以用這個 而且它帶出去很方便 它有個迫的 這個假設是一個粉底粉 即是你可以不用Liquid Foundation 就這樣用它上都可以 當作是粉底粉 但因為我皮膚比較乾的關係 我現在很少用粉餅 現在我通常都是Liquid Foundation 之後再加Lose Powder 或Pressed Powder 或Foundation Powder 這個我用來定妝 而且加過EdEd Coverage 我覺得它出來的效果很細緻、很滑 Coverage加上自己的粉底 感覺看起來不假 但是有一種你皮膚好像很好 而且我喜歡它有鏡子帶到外出 補妝都是方便的 又是那句沒有控油 所以會出油的皮膚可能T Zone位要打控油的 但如果你說是Dry Skin 或者你不介意有一點油的 你覺得有一點油更自然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是你的選擇 MAKE UP FOR EVER的掃 這支就是它的126 可以用來跟這個粉底一起用的 或者用來當作是POWDER BRUSH 用來上碎粉的 因為頭髮夠大及密 我覺得這個都很OK 其實MAKE UP FOR EVER的掃是OK的 我摸過也都用過 這個爪粉力很好 很滑、不會刺臉、又沒什麼脫毛 所以我覺得幾百元一支是用得過的 因為我覺得它是真的好質素 可以用很久的 當然如果你說你是化妝新手的話 我不建議你馬上去買幾百元一支掃 因為你不知道你真的會不會天天都化妝 或者經常都化妝 我覺得你買預算的去玩一下 真的確定你自己喜歡化妝 才去投資幾百元一支掃都未遲 但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根本上MOSA Day都是化妝的 其實掃這些東西越多越好 因為不用經常使用 如果你想問MAKE UP FOR EVER的掃究竟好不好用 是好的,我都推薦的 到它的唇膏,這支我之前都說過 就是它的C107,這個NUDE非常非常漂亮 是這樣的,塗在哪個都不會病的 是OK的,有色得來自然得來 很荷里活的NUDE就是這樣 其實我很喜歡它這款唇膏 叫Artiste Rouge Cream 它是很creamy,很上色,你看它NUDE都很出色 很上色,很舒服的塗在嘴上 不會覺得很乾的 當然幾個小時之後有一點 但都不會令到紋走出來 或者嘴巴好像乾得快要裂開 完全沒有這種感覺,是OK的 它持久度就一般,因為它沒有說是不脫色的 所以其實塗幾個小時,你吃東西喝東西說話 其實都是會脫色的 但我OK的,因為它顏色夠美,而且它舒服 所以如果你打算看它的唇膏的話,是好的 到遮瑕膏的話 遮瑕膏的話就是這樣 我有這兩支 這支我自己買的 這支,不是,橙橙的這支我自己買的 這支是他們傳過來給我的 這個影片裡面的東西有自己買的 也有他們傳過來給我的 在下面那邊傳過來給我的,我會打顆星的 但完全不影響,因為這支影片不是Paid,不是贊助的 只不過他們久不見有新產品傳過來給我 如果你想知道哪些是他們傳過來給我的 給我,打顆星的就是 先說一下,剛才那天忘記的 橙橙的這支是我自己買的 這支是他們傳過來的 我怎樣用?其實我就是遮黑眼圈比較多 這支是橙橙的我用來打底 我當它是corrector 先修改了顏色 然後再用近我膚色的一支去做明亮感 其實這個R32是淺過我膚色一點 但我用兩支加起來是OK的 因為它給我一個明亮感 所以這個混合我就很喜歡 自然一支就覺得沒那麼完美 反而這樣就遮蓋眼圈就漂亮了 其實它擠出來有點像稠稠的 擠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支是橙橙的 兩個質感一樣 我自己用濕了的Beauty Blender去印開 我覺得比較容易散開一點 因為它有一點點的 印完之後我覺得它真的能夠修改 再用這支淺色的上去整個感覺就完美了 我覺得它遮得不錯 遮瑕度高 最重要是不乾 沒有說出完街回家的紋印或卡粉或笑紋印 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它都用得過是OK的 另外這個應該有某一個最愛說過 很激動 Make Up For Ever的Excessive Flash Mascara 這支是我不知幾輩子之前買的 應該是他們送的一支sample size 讓我試試一下 我帶了它去旅行 我初時打算它夠小支 其實沒什麼期望的 然後我開始用 真的搞不定 很棒 是我用了這麼多Mascara 而香港買得到的來說 我是挺刺激的 我是很刺激的 不是很刺激的 是很刺激的 因為我覺得它塗幾下之後 它是又捲曲又長了 又有一點濃密 你看到那條睫毛好像粗了一樣的 所以我激動到回去買一支Full Size 但我現在還是用這支 我打算用到乾了 然後才開始用新的 證明我是很刺激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絕對不會會買一支大 width 再說一句關於Mascara 我眼睛比較濕 所以防水來說 我測試到它是真的OK 有些時間下雨 我面子噴濕了 它都沒有脫我像一隻熊貓 是OK的 但如果你問我眼油又怎樣呢 這個我都不敢回答你了 因為眼油我就不肯定能否留在眼睫毛上 我知道Majolica就可以 因為之前有朋友試過 如果你是眼油的話不如試Majolica那支 接著到它兩支新產品 這兩支都一般 都是他們送給我的 先說這支 這是Lip Booster 這個頭部令我想起我那支Clarence Lip Oil 但這支不是油 它是GelGel的感覺 塗上嘴後可以當作Lip Mask 即是敷完一會後 敷厚一點然後抹走 令嘴唇很豐滿 又去死皮 如果這樣塗的話可以令嘴唇保濕 沒有紋 但又不會太厚 令唇膏試不到上去 我沒有試過Lip Mask的效果 我試普普通通當作一支護嘴唇 這樣塗上去 薄薄的一層 我覺得一個小時後很乾 乾得我的嘴唇起紋 所以我會覺得這支護嘴唇的 但我同意的 它這個薄一點的質感 真的令到唇膏不會太容易滑到唇膏 吃得住唇膏 但我覺得如果只有這樣的話 其實有很多不太厚身的Lip Balm都能做到效果 但不用太多價錢 所以我就一般了 因為我覺得沒有那個奇蹟發生 我預計價錢 如果說到這麼厲害的話 應該是塗完上去幾個小時都不會乾 但我發現不是 我不死心 還要試了好幾多次 然後我發現一個小時左右 我還要時間它 然後一個小時左右 真的紋走出來 嘴唇開始覺得不行了 要塗上唇膏了 所以這支我是不會推薦的 另外它有另一支是塗臉的 就是Ultra HD Skin Booster 其實是一支保濕的精華素 然後這支大家看到多小一支 12ml而已 320元 我有PR那一支在前面 我打算告訴大家有多有神奇效果 接著我再說我的留言 她說由於保濕面膜只需30秒急救皮膚 接著好像擦紙膠一樣可以去除細紋 令到面部提升線條 我覺得它是這樣的 它叫你化妝前用它 即是塗底膜前用它 其實它是一個保濕精華素 只不過它的質感很快吸收 你可以化妝前塗 這樣就不會黏住 其實它真的很快吸收 這樣的質感 然後你推開你看到很細滴都已經推到很軟 然後沒有了 吸收了 吸收完之後 其實摸下去皮膚是柔軟的 滑的 亦都是像你平時塗了保濕精華素 適合你用的保濕精華素 你塗完的感覺是怎樣的 這支的感覺是怎樣的 沒有什麼分別的 皮膚是柔軟的 亦都感覺到是補了水的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急救面膜那些那麼誇張的用詞 而且我是看不到有面部提升的 因為不是Lifting 所以我覺得拉緊面部提升 好像敷了面膜那些就不通用了 它只不過是一個保濕精華素 而是設定為質感的薄身可以支頭組用 這個大家要記清楚 我想提出重點 其實320元12ml 我覺得有點貴 我覺得有點貴 因為除了保濕之外 它沒有特別功效 所以這個原因我是不推薦的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家用的保濕精華素 可能已經是400多元 有30ml 而你早上晚上都可以用的 都是快吸收的 其實已經可以了 不用真的特別去買這支 是在妝前去用的 很快就跟大家分享完一堆Make Up For Ever的產品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亦都希望大家拿到重點 我們下次再聊 Bye Bye